整層樓办公空间工人们加紧赶工 从一砖一瓦 到油漆上色不能马虎 独家职集民众党全新党中央 6月中旬正式落成 随着我们人越来越多 那原来空间就不够了 那好不容易现在找到现在这个地点 我们人员可以集中上班 我相信会有更有效率 毕竟从去年开始民众党就被踢爆 未在青岛三馆的立院党团 塞了20多名党务主管跟文宣部成员 寄生国会 骂名不断 党主席柯文哲率团队 许敏好几个月这才拍板 新党部落脚在距离立院10分钟路程 约可容纳30人的办公空间 租约从今年6月开始 一路租3年到2024年 瞄准选战 重要文件一一装箱 秘书长谢立功忙着搬家 未来除了少数文宣部成员留在党团外 包含中校党部人力 都会进驻杭州南路的新家 以后我们中央党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固定开中央会议 及党政联系会的地方 但是这段时间还是属于防疫期间 所以我们大概主要还是视讯会议 疫情期间 党主席柯文哲更是一刻不得闲 据了解党部落成至今 他没踏进半步 党主席忙着防疫 党中央悄悄完成搬迁 私下晋升国会标签 就等疫情过后 用全新党部迎展2022 县市长选举 回忆新闻 留意薛道平均 特别报道